记者现在位于台北市中正区的水源路 后方看起来新颖的大楼原本是老旧的房屋 有一群人透过自主重建的方式 历经11年的沟通与努力 才终于有了结果 以同一比例来看都根较低 但是以面积限制来说 围老更占优势 加上都根面临一系列的申请流程 才导致都根一拖再拖 都根跟围老 围老必须百分之百同意 法律的规定也是让他加速进行 所以他的时程可以缩短在大概两年以内就可以完成 许多居民不希望损害自己的利益 因此采用自主重建的方式 由居民组成更新会亲自参与所有流程 但是问题也纷纷出现 官网会大家都吵成一片的 个人况这种自主更新 大家会说你会不会有什么案盘 就光都根本身 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成 就是大家对建商的信任度不够 尽管围老重建所需居民同意比例高 但是都根申请程序却更复杂 才导致目前多数民众 以围老作为申请方式 但是专家却这么认为 以后是自主都根的天下 以后是自立更新的一个时代 而且的好处就是都根都有 一定比围检台公开透明 而且公开零钱厂商 透过水源四五期的案例 明白都市更新虽然是一条困难的路 但却不是永远到不了的终点 用何种方式打造安全的家园 还得考验人民的智慧 记者陈安婷张佳妮采访报道